大家好 今天有些人的疑問是 荒體不足 那很多中醫師講你荒體不足 很多中醫師講你心配原性 荒體會不足 那至於這個問題呢 在我們西醫來講 在排卵的時候 其實荒體不足 就是排卵過後的一個結果 這個卵泡要長到排卵 但是卵泡裡面 卵細胞旁邊有很多卵胸細胞 卵排出來之後 這些卵胸細胞就會變成形成荒體了 形成荒體就會 自己本身就會分泌荒體 來幫助胚胎的坐床 所以說在西醫來講 荒體不足其實是一個結構 而不是一個不孕的原因 那會造成這個結果 其實就是你的卵胸細胞排得不健康 那卵球細胞不夠多 這個卵胸細胞不夠健康 形成的荒體就會不足 所以說你如果說這顆卵不健康 它也不容易受孕 你在後面再補充多少的荒體 再吃多少的荒體素 其實都沒有用 所以說荒體不足 大家要知道它是一個結果 而不是一個原因 那至於說人工受孕四管嬰兒 為什麼要補充荒體素呢 那通常四管嬰兒的病人 才需要補充荒體素 因為我們在取卵的時候 這些卵球細胞通通會把它吸出來 所以說你這些卵泡取卵過後 這些卵泡變掉以後 它形成的荒體 也許它要製造荒體素就不足了 所以說我們在植入的時候 或者是取卵過後要製入的四管嬰兒 都會加強補充荒體 那就是這個荒體不足的原理 是這樣子 那希望有解答到大家的問題 謝謝 拜拜